究竟是什么样愤怒让美国海军高级将领积极造反 美军总司令相关权力被冻结的情况下还能发动战争吗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相情 最新的消息显示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参谋长率领海军的高级将领们 向五角大楼提交了恢复克罗泽尔罗斯福号航母舰长的职务 这是一开始是秘密进行的 至少在一周以前 他们就在策划如何恢复克罗泽尔舰长的职务 但是五角大楼一直在装聋作哑不欲理睬 4月24日美国海军将领不再应认 公开发布声明 高级将领已经集体向五角大楼国防部长艾斯珀提交申请 要求恢复克罗泽尔的舰长职务 20多天前历史又将在五角大楼重演吗 3月30日 时任罗斯福号航母舰长克罗泽尔 担忧舰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向美军高层五角大楼提交报告 希望安排4800名舰员上岸隔离 五角大楼置之不理 也是装聋作哑不欲理睬 克罗泽尔舰长无奈之下公开了请求 随后在4月3日 克罗泽尔遭到了五角大楼的解职 这一次美国海军高级将领的行为 被媒体解读为公然对五角大楼造反 只不过悬念一样了 这一次美国海军部长及海军的高级将领 会赢下这次内部的战争吗 相对于当初克罗泽尔单枪匹马 挑战五角大楼的官僚系统 这一次美国海军高级将领集体造反 声势要大得多 有军事观察人士指出 从克罗泽尔舰长向媒体披露请愿书 到美国海军高级将领集体造反逼宫 反映出的最大问题是 美军高层几乎已听不进任何来自作战部队的声音 正在一意孤行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稍早前 美军武装总司令在社交媒体上直接给海军下令 面对伊朗军舰的骚扰 可以直接摧毁伊朗海军的军舰 该指令已经无视了国会 已经限制了美军总司令对伊朗开战的权利 2020年3月17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限制总统开展军事行动的提案 彻底冻结了美军总司令相关权利 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经过一个多月的抗疫 依旧没有好转 美国高层应对疫情不利 正遭到本国以及全球之责 为了转移矛盾 美军高层若悍然发动战争 谁能阻挡得了 是要依靠这些正在造反的美国海军高级将领吗 好 这лу comment 感谢观看